回哥最近好吗最近 这个国庆节我们去哪里玩呢 你喜欢红色号比较多还是喜欢小白号多 都一样 其实对我说都一样 小白号我也很喜欢 说真的像我直播间就有洛鲤来讲 洛鲤刚从来我 来我直播间的时候他就是小白号零级的 然后就在我这里升到了这么高级 小白号跟红色号对我来说都真的是差不多一样的 其实我回答这句话我不虚伪你知道吗 如果真真真真要我回答的话 我也许也可以回答说我喜欢红色号 因为红色号就一个身份的象征一样 他们有你 知道吧 对不对 我也喜欢 但是尊重我的职业来讲的话我肯定会说两个我都喜欢 哈哈挺好 自娱自乐 这国庆前现在越来越 少人会出去旅游 每次碰到这个节制就是塞车 就是塞车 对的 要是说这话没毛病吗 对不对 就你看宇悦说了这句话就真的是很有道理 就只要来就喜欢 这个确实 这个这个 我从来不会说排斥啊哪些小白号啊在在这里跟我聊天打字干嘛之类的 当然我也很喜欢红色号来跟我聊天打字 但两者我是都喜欢的真的都喜欢 如果我回答你我说喜欢红色 感觉这个主播太现实了 如果说喜欢 小白号 你们就说我不真实 来了就是家人的 来了就是我家人 就是我的 533大军的家人 家门照起来了 那你照起来了 咱们早上的不但没参与 参与一下来直播间 200号兄弟姐妹们来 能有空的给我赢个赞 没空的我们533扣一波赞 小白号有潜力 红色号有实力 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也确实 红色号红色应该是代表那五十级的 四十级这个颜色应该 应该不能算是红色的 这个颜色应该是中色 中个奖好难 没事我上播放到下播 慢慢来的 慢慢参与的 总会中的时候 对吧 随便我 停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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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挺熟悉的样子 这个名字 你那个 打了那个男的 打那个男的 就是说我 对就是说你 那个男的有那么讨人厌吗 好久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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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姐 我说我 可以